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回到第二节的晚间新闻 转提中共方面 香港财经事务及父母局局长陈家强认为 美国经济出现相抵衰退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但不需要过分恐慌 有学者相信对香港的负面影响 很可能在下一季的出口数字中浮现 而中国副总理李克强 最近宣布的支持香港措施 可以抵消部分影响 香港行政长官曾荫权更加解释 措施经中央和特区政府讨论 并不是香港向中央伸手 曾荫权指 有些人倾向以负面 怀疑以致挑剔的眼光 看香港玫瑰后的发展 并将国家支持香港的措施 视为香港依附于内地向中央伸手的证据 政荫权表示 中国副总理李克强 在香港宣布的三十几项措施 都是特区政府和中央 以及相关部位已经深入讨论的成果 他又指 这些措施涵盖不同层面 为及各界 在副总理三日的访问行程里面 我陪着他走去社区 多走走 多看看 他非常关心市民的生活 中央依次宣布的支持的措施 正是好与知识节 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都可以受惠 政荫权强调 特区政府已经着手落实新措施 下星期也会和广东省省长黄华会面 讨论加快落实粤港合作框架协议 香港记者业会发起游行 抗议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 访港期间的采访安排 以及警方阻碍新闻采访 有大约300人参加 警方回应指 有责任确保访港政要的安全 又表示尊重新闻自由 参与游行的包括记者 新闻系学生和市民 他们大多数穿着黑色衣服 队伍由新政府总部出发 游行至警察总部 沿途举起标语又高叫口号 记者协会认为 李克强访港部分活动 没有安排公众采访是不能接受 队伍员金钟游行至警察总部集会 记协原本想将请愿讯递给警方 但警方无认团体的要求 派出主帐级代表接讯 记协施难请愿讯已是不满 他们宣读声明 要求警方就近日传媒 在多宗采访活动受到无理阻撓道歉 记者协会希望通过这次的游行 要求政府承诺日后新闻采访之中 要维持公平和自由的采访 行政会议召人梁振英认为 警方无动机阻碍传媒采访 相信警方会尽力为传媒提供方便 保安是一个需要 传媒为市民报道 新闻也有传媒工作上的需要 这两者之间我们都要去作出一个平衡 他表示 警方在执勤期间可能会造成不变 传媒对安排如果有意见 可以与警方加强沟通 而警察公共关系科发出的新闻稿 重新尊重新闻自由和传媒采访的权利 为方便记者采访 警方在个别的保安区内 设立传媒采访区 但警方强调 确保政要的安全是首要目标 在评估风险之后 会制定和执行有关的安保行动 香港大学就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到访当日 有学生被推倒 发表声明指不能够接受 香港大学发表声明指校长徐立之 检视当日在梁球区楼外 警方和学生推撞事件的资料之后 认为警方当时处理学生示威力度和手法 导致不必要的肢体冲撞 令学生被推倒在地上是不能够接受 港大会和警方联络 确保日后不会再有同类型事件发生 徐立之重申 对事件感到遗憾 并对校方未能够防范事件发生表示协议 强调港大一直坚持自由开放 会继续捍卫言论等自由 不会阻碍学生发表意见的权利 香港警方凌晨拘捕一名南亚裔男子 怀疑和昨日一名南亚裔女子 在沙滩被人割喉死亡的案件有关 警员凌晨在南亚街一个单位 拘捕一名38岁的南亚裔男子 又带走一名女子 检查单位之后带走一批植物 警方期后张疑犯 带到通塞街一个单位继续调查 警方指疑犯和死者相识 案中死者是一名35岁南亚裔女子 昨日早上被发现服饰在青山公路青龙头段 浪翠原四旗对开的沙滩 喉咙被割断 警员找到一把七钻墙的刀 在沙滩旁边的石壁 发现血迹以及死者的衣物 手袋和银包 警方会验尸确定死因 港府向香港永久居民派发6000元 市民今天开始 可以登入相关网站下载申请表格 或者在办公时间到指定地点索取表格 按出生年份分阶段递交申请 首币派款的65岁以上长者 下星期日开始登记 要领取港府派发的6000元 市民即日起 可以由网上下载登记表格 或者星期日开始到21间指定银行各分行 各间由政局 民政事务处 社会福利处 公共屋与办事处 以及房协会客户服务中心撒取 填图表格之后 市民按出生年份分阶段递交表格 指定银行和邮政局各分行 下星期日会特别开放收集表格 分行内也会摆放收集商 市民也可以邮寄表格 顺封面要写明银行名称 总共14间银行会提供网上理财服务 给用会递交申请表 至于想领取支票的市民 就要到香港邮政登记 大约等3个月 就可以领取款项 选择银行转账的市民 只需要等大约10个星期 政府另外设有热线电话 可以给市民查询 香港关外基金的境外学习计划 向学校拨款举办游学团 首个游学团将会下个月去厦门 第一次出外旅行的中学生表示 很高兴可以增广建民 二十多名中四至中六 修读旅游科的学生 下个月将会参加由关外基金 资助的旅学团 去厦门四日 行程包括去不同的博物馆 以及土留等景点参观 也会令他们体验领队 和导游的工作 旅行社提供的旅学团 大部分是三日至四日团 价钱由千多元到三千元都有 负责的旅行社表示 收到大约30间学校查询 他们会按学生的 学习需要设计行程 梁舍预计今年之内 会有二十几个关外旅学团出发 目的地主要是中国内地和东南亚 菲律宾人治事件发生接近一周年 死伤者家属明天会启程到菲律宾 悼念亲友和争取赔偿 嫁人子 事发至今仍然难以接受亲人离世 虽然我们平时也都好像正常生活 但是其实会复各事各自 一起吃饭就是少了一个人 希望当地政府他们会为整件事 负责任希望赔偿所有在这件事上受伤害的人 以及跟进他们在这件事上所犯的过失 死职的家属批评菲律宾政府 至今仍未改进旅游安全的问题 对旅客构成威胁 不赞成港府取消对菲律宾的黑色旅游警告 他们明天出发到菲律宾会见司法部长 争取赔偿和要求当局道歉 并会到事发现场怒际 美国副总统拜登离开北京 稍后会抵达四川成都继续访问 他到访成都 主要是希望亲身了解 这个近年吸引美国大企业投资的城市 透露出美国企业 转向中国西部投资的新趋势 拜登的中国之行重点是拓展中美贸易额 希望为美国人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 他不选择到金融中心上海 而是到访中国西南重镇四川的省回成都 是有特别的原因的 西部大开发十年来 成都对外开放的程度 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 成为中国西南地区的科技 商贸和金融中心 交通和通讯的枢纽 连续四年被选为美国商人 认为最佳的投资地点 拜登访问成都 不但显示美国肯定大陆西部地区的发展潜力 也透露出美国企业 转向中国西部投资的新趋势 美国政府希望在拜登访问成都之后 有更多的美国企业认识这个大城市 除了经济 拜登的成都之行也有文化元素 他将会在四川大学 发表中美关系演讲 又会参观中学和学生交流 拜登的成都之行 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 几乎全程陪同 继老布殊在1985年 出任美国副总统期间 都访成都之后 拜登是第二位都访成都的美国副总统 ROW TV 雷晨日报到 现在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会有趣闻和天气消息 早上早上 huy 郭月雨主持 陪你吃早餐 最新即时资讯 新鮮社会生活话题 你脚下行 神早三六零 星期一至五 早上七点至九点 早上 欢迎回来最后一节的晚间新闻 闻到香味不少人都会留意 甚至会去找出香味的源头 香港有零售商认为这个是商机 他们利用气味推广自己的产品 开心和很舒服 因为我自己的习惯性 譬如有时写信 我都会有一些香味 所以我想我也会很喜欢 店内售卖的全部都是美容护理产品 有番茄、暴浴露、面箱等等 标榜以天然材料以及人手制造 每种产品都散发着浓浓的香味 部分产品 例如是香味最浓的番茄 并没有预先包装 等顾客选购之后 才用保鲜纸或纸张包好 利用香味来刺激销量这个概念 近年来更加被部分的时装店 商场等等借用 由时装店最近开始在旗下的分店 安装香氛机 令每间店都充满着一种大甜的香味 这个层面的女士通常都会喜欢 一些甜一点 或者一些很女性化的香味 所以我们特意选择这种特有的香味 去配合我们的品牌 里面其实有很多种的 有很多种去混合出来的 我想大约有柠檬、草莓、草莓 那种类的元素 公司相信安装香氛机之后 有助吸引路过的途人入内救物 又相信可以建立品牌的形象 WOW TV 雷震药 接着看看多伦多的天气 现时室外温度是29度 局部地区有雷雨 吹每小时22公里的西南风 今晚最低会跌至18度 雨季仍然有雷雨 再看看多伦多未来五日的天气预测 今日的晚间新闻报导完毕 多谢大家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